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磊 那今天呢我和梁胜博士给大家会带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topic 就是呢 如何在CNCF里创建属于我自己的开源项目 那么大家都知道CNCF它是一个关于原生的这样一个基金会 所以很多人呢都希望把咱们的这个开源项目呀 捐赠或者是交给CNCF去进行托管 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啊 可能大家都有这么几个动机吧 那第一个呢就是说CNCF呢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中立的 软件托管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吧 让我们能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以完全这个供应商无关的这种方式去维护和推广我们的软件 比如Cubernetes它虽然来自于Google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都不会去担心它被Google 或者是任何一家公司去控制 这是很好的一个范例 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CNCF呢 它本质上是一个大的社区嘛 所以它里面有好多好多个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项目产品 都是应该说都是有同样的一个 Vism 就是CNCF这种云原生的这种Vism 有同样的一个价值观的这些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之间呢就很容易去合作 因为大家的想法都是比较类似的 或者说在围绕着一个方向在做 所以呢也比较容易去合作呀 比较容易去建立一些这个互操作呀 比较容易去互相之间 甚至说互相借力形成一个更庞大 更繁荣的这么一个社区 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点了 就是说CNCF呢它本质上呢会给你提供这种非常非常优秀的 世界级的这种open source推广的策略和会议和组织 比如说我们meetup kubicon 以及说我们线下的各种各样的CNCF冠名的这个会议 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质量的 让你去推广你的软件 让你去promote你的idea的一个场合 再比如说CNCF还会给你提供一套完善的社区治理的方法 以及相关的一些东西和帮助 再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tag就是说 兴趣小组对吧 让你能够在各个领域帮助你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还有为我们还为一些项目的提供CI的这个支持 甚至还有像Linux Foundation提供的这种实习生的项目 都是能够很好的去帮助你的项目 逐步的从一个小种子变成一个未来的这个世界级项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什么想把项目呢 去交给CNCF去托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么说到这个呢 大家可能就会问了 OK我怎么能够去把我的项目去放到CNCF里面呢 我觉得要做这件事 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这个项目跟CNCF呢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吧 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说我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被CNCF接受呀 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去知道和了解CNCF它的愿景是什么 其实CNCF本质上是希望呢 或者说认为 未来咱们这个应用或者软件 是天然的生于云上长于云上 所以这样的软件呢会有些特征 对吧 比如说它非常的敏捷 非常的有韧性 可以删掉再重启 可以随时随地去scale 它比较 它还能够poutable 就在不同云上 不同数据中心上去迁移对吧 而为了能够让这些实现呢 CNCF呢就给你提供了很多一些方法论 像不可变技术设施呀 容器呀 微服务呀 语言无关呀 而这些方法论呢 它们又通过我们的开源项目作为实现 像Cubernetes Docker 本质上呢就是让你能够去真正的使用这些方法论 去构建属于云上的云原生的这种软件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么一个vision 或者知道了这么一个它的这个愿景之后呢 我们其实就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件比如说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应用 更加敏捷对吧 更加容易scale 更加建筑 或者更加容易去迁移对吧 或者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不是在创造一些新的方法论呀 或者说我们今天这个项目是不是其实对CNCF 也有项目的一个补充对吧 我觉得只要是这几点大家觉得是对的 或者说自己的项目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动机 那么它往往就跟CNCF的这个需求 其实比较align 当然有可能不是对吧 那这时候也没关系 就Leaks Foundation呢 它有好多好多基金会和组织 可以帮助你去托管各种各样的项目 那么在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得回答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项目跟CNCF呢是align的 但是呢我应该怎么去真正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选择 CNCF对应的项目成熟度 或者说对应的这种门槛 CNCF里面分这么几类 就第一种的就是最简单的 最容易的就Sandbox 它几乎是没有门槛的 那Sandbox的本质上就是一个起步的这么一个项目 早期项目 所以说呢它会非常愿意让你进来 只要你跟CNCF的愿景是一致的 也是我认为最适合大多数项目的 这么一个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如果你的项目本身已经很成熟 已经很受欢迎 那么可以考虑 后面两个我们认为是更正式的 CNCF的这么一个成熟度 叫Incubation和Graduation 那么相应的它们的门槛会更高 它们对你的这个审核也会更严格 当然也就意味着它认为你这个项目 已经是具备一定的这个领先性和成熟度的这样一个项目了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看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 就是Dapper的 也是最近的成为我们CNCF的一个 浮化Incubation项目 那Dapper这个项目呢 你去问这两个问题就感觉很有意思 就第一个 它有没有去让我们应用变得更加运渊生 对吧 其实Dapper就是这么一个项目 它把我们的这个构建微服务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化的API 做了一个抽象 把它的实现的跟API结合 然后通过Sedcard的方式 让你去通过访问本地 就可以使用到这些API 这个其实跟我们CNCF这个愿景呢 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那再比如呢 我们如果再去看Dapper这样项目的一个成熟度 你会发现 它在捐赠的时候已经其实挺挺受欢迎来 有一万多个star 有几千个这个contributor 已经发了正式的release 所以我们觉得Dapper这个项目呢 它应该是已经超过了sendbox这么一个要求 可能要看是不是incubation和graduation呢 那么它到底应该是选择incubation还是graduation呢 那这里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些CNCF 还给这每一个阶段定义了可量化的 可以被遵循和考察的一些指标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criteria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有请这个梁胜博士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CNCF 究竟是怎么去判断哪个项目到底属于哪个阶段的 好吧 有请梁胜博士 谢谢张伟 大家好 我是梁胜 现在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这个CNCF项目 每一个阶段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在杀箱这个阶段 在sendbox阶段标准是很低的 基本上你的项目只要不是非常非常的不成熟 或者是项目跟CNCF没有什么关系的话 其实应该都有可能进入杀箱这个级别 真正要求比较高的实际上是腐化这一集 就是incubation 很多非常有名的CNCF项目 像Kubernetes Prometheus 都是从incubation这一集开始的 然后从incubation到最后graduation 毕业实际上应该如果这个项目不断地发展 不出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觉得应该都能够达到 但是有很多杀箱级的项目 可能是永远达到incubation 当然我们这里列的标准 也只是最低的标准 具体的话实际上是由CNCF 做一个主观的决定 做经过投票来决定的 大部分的项目进入CNCF 都是在sendbox这一层 其实sendbox最重要的 并不是说CNCF对这个项目有什么要求 或者是给这个项目很多的好处 其实sendbox给这个项目能够提供你的 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发展 希望sendbox的项目在这个中立的发展程度上 能够不断的发展 能够继续发展 有一天能够达到incubation或者graduation 但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在想我们怎么能够向CNCF提交一个项目 商量其实非常容易 只要去一个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填一个表就可以了 从incubation到毕业的就稍微难一点 incubation特别是incubation的项目前面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项目可能可以当那些不在CNCF项目 可以直接的去申请incubation 但是很多incubation的申请实际上是从现有的沙香级项目 第一步必须在你创建了这个PR之后 必须找到一个在TOC里面找到一个赞助人 找到一个人能够做支持这个项目 然后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去找到一个TAC 找到一个合适的CNCF的TAC 其实TAC就是一批技术很强的人 其实他们是帮TOC在审查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TOC的这个sponsor 跟你们和TAC就会去写这个底力的文档 然后最后把这个文档再递交TOC来审查 然后通过 然后最后通过TOC的投票 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人的支持 那这个项目就可以进入incubation或者graduation 这个过程大家很多人问说这个沙香也好 这个incubation和graduation也好 需要多长的时间 其实在沙香级的话 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基本上我们TOC每两个月 就会审查一次所有的沙香级项目的申请 当然你又并不是说你申请了两个月之内 就一定会审查你的项目 因为有的时候项目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好几次会议才能审查到你这个项目 有的时候项目实在太多的话 CNC也会在这个也会加入一些额外的会议来审查 所以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要等非常非常的久 在incubation和graduation这个阶段的话 这个时间就比较难讲了 因为你看有很多很多的步骤 每一个步骤可能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都顺利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快的 可能要不了半年一年可能能够通过 但是如果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特别是有些项目可能比较有争议 那可能就会被打回去 有些流程就会重新开始 那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 所以我们常常告诫大家 就是说你要如果要进入这个流程 你千万不要有什么期望 说我一定要在下一次cubation之前 把这个项目能够达到你几个项目的graduation 实际上graduation的原则上讲 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求是更高 但是因为一般项目到graduation的时候 它比较成熟 所以很多可能节外升级的问题 也可能会少一点 但也会有更多新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步实际上时间都是比较长 而且都有一定的确定性 大家需要知道 我们常常很多人问我们一个问题 说他想向CNCF贡献一个项目 但是CNCF有类似的项目 这样它的项目会不会接受 会不会它的项目会得到歧视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从CNCF的角度来讲 我们TOC都相信 CNCF有个原则 就是说CNCF并不是说指定 这个项目就一定是这个领域的领头人 因为我们这个领域 这个CNCF领域 创新的非常 每天 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技术在出来 所以CNCF必须是非常开放 我们永远是欢迎新的项目 其实有一些项目之间互相有一些竞争 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事情 对CNCF 对这些项目其实都有好处 也让大家都有很好的提交 所以在你提交项目的时候 千万不要担心 有雷同的有类似的项目 尽管你只要有好的东西 最后都会涌现出来 成为这个领域的真正领域的项目 我当然希望 你们听到我和张磊这个讲 我希望能够激励你们 能够创建 特别是递交更多的项目给CNCF 其实你们如果想知道更多 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们做的 就是来加入这个一个月一次的 一个月一个小时的金子 我们有一个 TOC有一个公开的会议 这个会议上我们会给大家很多的信息 不光是TOC 每一个Tag它都有代表来介绍他们Tag的情况 你可以了解一些最新的项目 这个申请发展的一些情况 这个会议的时间 可能对很多在亚洲的人定乎特别好 但我觉得也可以 基本上是在 我们在11点 因为是我们亚洲这边早上8点 如果你们实在没法实施来加入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去 你们能够去听一下它的文档 最后能看一下这个TOC的一些 比如说加入我们的email list 然后去看一下我们这个TOC的网站 都在JetHub上 有很多的知识能够给他网友帮助 从我们来讲我们非常希望 不光是美国欧洲 能够从亚洲 甚至是中国能够得到更多的 更有创意的GNC的项目 好谢谢大家